Le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蘭對上不列電的對決 那今天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 帝國戰爭的話開局的話會有軍營跟兵工廠 那這邊是選擇 喔唷 一開局就按槍兵欸 好的 防守速度非常快 那這邊波蘭是選擇開局用馬 那反觀 無列電這邊是選擇了單射箭廠 然後開始為家的一個選擇 那帝國戰爭這個模式比較特別 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 然後村民宿約大概會給你30村左右 那所以是有些人開局 一上這個 欸 有這個食物喔 就馬上點這個輪走技術的一個玩法 那相對的這個 一點下去的話可能就會不夠食物喔 或是去點一些科技 或是造兵 那通常都為死喔 通常這樣點的話很容易出大事喔 那所以我這個開局呢 雖然村民宿已經三級村了 但不會先點一下這個輪走技術 好 那這邊 不列電是選擇了一級木 跟一級射 那波蘭這邊一級木已經好了 但是農田卻還沒有點 對於波蘭來說 農田的升級是非常重要的 哇 剛講完就點下去了 好 那我們先稍微快轉一下喔 好 兩邊應該就不用再多介紹地圖的部分 帝國戰爭的話 沒什麼好介紹 呵呵 有點比較好 蠻直觀的啦 今天都已經幫你圍好了 好 那這邊不列電手好 欸 這邊出去 哎呀 這一村 居然讓引狼入室啊 哇 自己被砍死了兩村 不列電有點小虧喔 好 那這邊損失兩村之後 不列電直接反擊 好 直接奪了一村 現在是2比1 哎呀 這一村被抓掉 哇 現在是2比2的一個開局 兩邊都死了兩村 那 波蘭這邊是選擇了戰矛開局 那由於帝國戰爭前面也是蠻枯燥的 所以我們先快轉一下 然後到城堡之後才開始 正式看這場怎麼打吧 好 那這邊 兩邊都點到城堡時代 已經也開始點了 那這邊戰矛稍微做個反擊 好 那這邊波蘭優先上了城堡時代 那不列電上城堡時代 也點下了一級木 那這邊波蘭上了城堡時代 點下了二級射跟戰矛的升級 好 那防禦也升了 那這邊是選擇先出一點騎士 然後開TC 然後升級好戰矛 家裡防守 手右邊這個缺口 那這邊有騎士在 稍微在顧這個遺跡的位置 看有沒有人會來拿這個遺跡 稍微走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不列電的一個選擇 不列電這邊的選擇是 選擇了工程器製造 所以要來前壓 把波蘭的一個家門口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戰矛兵已經看到 已知對手在左邊 開始把兵往左邊放 那這邊的話 波蘭的田放得非常非常漂亮 如果你有強迫症的人的話 推薦你玩這個波蘭 波蘭的田就是特別的美 OK 那這邊兩隻騎士看到了 這邊應該是要插了蛋了 有蛋到血嗎 唉唷 居然扭掉了 這個V陣型扭掉是蠻關鍵的喔 那兩隻騎士活著的話 那這邊投車就不能推出來囉 這個一出來會直接被解掉 應該是會放在這個PK裡面 沒錯 那放在裡面沒有先出來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稍微要把兵派過來 解一下這邊的騎士才行 不然這個投車會被封在裡面了 這邊有一個戳戳過來 戳掉了兩隻騎士喔 還有一隻騎士過來一手 OK 那解掉這一波之後 開始用投車開始要來硬拆了嗎 要往上走下拆TC嗎 拆房子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喔 拆個馬舟也是可以 但是TC是更好的 好 那這邊繞了兩隊 左邊是主要部隊 右邊來一個分隊喔 來想要騷擾這邊農田的村民 那波蘭應該是有看到了 我覺得右邊這邊很危險 又繞了一隻騎士去做應對 那連村民都開始打了起來 給他們一拳 好 那這邊工兵直接硬點村民 速度非常快 欸 這邊怎麼砍個兩刀就不動啦 哇 村民開始白給了 好 那左邊投車終於走到了 兩台投車要開始來投這個TC 欸 但是這次有點危險 這個沒有看到的樣子 OK 直接反投一戳 那這邊波蘭大概死了大約四五村左右 大概死六村了 哇 這麼多 好 這也是顯示六村 好 一開始兩隻加上這裡六村 好 那波蘭選擇的是一個防禦箭塔一個開局 那防禦箭塔的話為什麼會這樣打 有一些講法是 如果你就會波蘭很難守自己的大莊園的話 好 那就可以用這個防禦箭塔 把那個箭塔升級一下 然後用一個塔攻的一個 塔攻 防禦塔防守的一個打法 那至於會這麼打的原因是因為 波蘭挖石頭本身就會產生黃金 所以對波蘭來說 挖石頭並不是一件傷經濟的事情 而不是 只能說是小虧喔 不能說大虧 所以有一些波蘭玩家會選擇這樣打 但我覺得這個打法蠻特別的 算是一個蠻高端的玩法 因為波蘭他的正正厲害的地方 是在帝王初期 跟城堡有蓋好之後 然後點一下貴族特權 然後爆料大堆平民的騎士 石頭才是波蘭最強的時候 那要到達這個過渡期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抵擋住敵人的攻勢的話 劍塔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波蘭挖石頭也是不太傷經濟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邊我覺得用劍塔來守也算是合情合理 那這邊中間點的話 要手下的就有點困難的感覺了 那這邊一直往這邊打 想要把這個TC拆掉 那這裡沒有下BK防守讓我蠻意外的 跟正常來說都會下BK 下在左邊這個位置 然後還投車 然後來反擊這邊 拆TC的投車 這邊騎士抓到一隻村民 這邊是下了一個市集 要來買一點資源 黃金有點操挖了 所以由於剛剛我們講到 挖死了會產生黃金這件事情 所以讓波蘭這邊經濟 黃金紅龍就被噴了一大堆出來 很容易就會出現這種 錢沒有地方可以花的情況 所以波蘭如果有挖石頭的情況下 早點該出市集 是很正確的一個選擇 因為我自己也會這樣子 動不動去挖石頭 然後突然就爆金了 很容易會有這種狀況 好 那這邊 這邊 布列典選擇兩邊突擊 左邊一個組隊 右邊一個分隊 然後來突擊農田區 這邊波蘭的劍塔 已經組成一個防禦體系 一條線 總共有六隻劍塔 有一次還在造 這邊波蘭一個大直線防守 這邊布列典要怎麼進攻呢 還是要趕快上帝王磁帶 出這個巨型投石機 打這個戰狼 等一下戰狼之後 這個巨型投石機 精準度會達到100% 打這個劍塔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好 這邊頭車還在繼續做輸出 忽然這邊有點快被逼到角落了 那裡有點尷尬 什麼都不能做 連修到院慘了之後也不能去撿遺跡 但布列典這裡也沒有選擇去撿遺跡 反正是一直處於一個強攻狀態 就是要進攻 好那這邊這個塔也是建好 那這邊如果再補一個就完美了 唉唷 補在前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就有點尷尬了 這個頭車是可以投到村民的喔 好看到了來投下 唉唷 也死了一個女村民 這個頭車仇女啊 太狠了太狠了 再來一發 唉唷 我要全部殘血 好趕快躲到箭塔裡面防守 然後看到這個防禦箭塔 設置的工兵傷害也是其實蠻高的 好那頭車過來解一下 解掉了一台頭車 那這邊能再換掉一台嗎 當然三台頭車給的壓力非常大 唉唷 又投了一下 哇 要全倒了 呃 噢 左邊頭車也爆了 右邊的村民也全躺了 波蘭是不是走遠 好那兩邊都已經點下地龍實戰 波蘭的地龍時間只剩一分鐘 那波蘭的地龍時間只剩一分鐘 那布列電弦這邊落破地龍實戰一分鐘的時間 波蘭的全能在左邊蓋下城堡 要來守這塊金 那玩刺激利果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斷金 斷金就等於宣告了死刑 千萬不能斷金 那這邊四級因為爆的關係 所以左邊又再下了一個四級 那這邊四級對破案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邊金很容易就會爆出來 但是又不能沒有四級去調整經濟 而且現在肉很多 像這種剛上帝龍時代 肉很多的時候 這個肉就可以拿去換成黃金 那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補烈點這邊依舊有個射程優勢 唉唷投到了一發 那這邊城堡快好了 這個再往前投車要白給囉 這個還居然是想要硬投這個城堡的村民 唉唷 一發 唉唷 兩發 沒了 這邊戰矛想要來硬點 但城堡已經考了投車能跑掉嗎 唉唷 剛剛跑出射程會了然後又回去送 唉唷沒有欸在射這個房子 哇這個城堡是內鬼吧 居然沒有投這個投車 直接讓他逃過一劫 那右邊這邊有少量的戰矛來防守 而且這邊一樣有那個 防劍塔 所以騎士怪 時間久來是要被射死的 那這邊 劇情投資機 開始要來對這個城堡輸出 兩邊都連到地龍實彈 但是這邊 巨型投資機 還在生產 因為剛剛有點 時代落後 一點點一分鐘的時間 那這邊 不列典已經點下了強奴兵跟化學 還有工兵的鎧匠 也點下戰矛兵的升級 波蘭也是點下化學 再提升一下戰矛兵的一個傷害 那射程已經點下三攻 還沒有點下貴族特權 貴族特權點出來之後 這個便宜的騎士 才能出 那先暫時用這個戰矛夾一下 還有巨型投資機 做一個反擊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有繞了一些戰矛 過來要燒了 唉唷 這邊萬人伐木 唉唷 這有看到有看到 趕快出來調整一下 經濟一下 不然全部人在這邊卡在這裡 不是辦法 好那這邊正面上 絕對不可能開戰 這個前方我們可以暫時不用看 沒有關係 這個一定是等到 兩邊死頭沒有了 才會停 不然就是這邊 伯列天先點出戰矛 然後戰狼 戰狼科技精冠之後 來反擊一下這邊 巨型投資機的一個傷害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這邊伯列天點下了 馬阿凱 跟三級的弓兵練甲 這個練甲點出來之後 防禦就到最高 0加4的一個防禦 雖然對於戰矛來說 這個防禦 雖然升了還是有點差 但這個戰矛依舊還是會打得很痛 好那這邊不列天射程是10喔 10射程的弓兵 沒有出長弓兵 有點可惜喔 如果這邊出長弓兵的話 應該算不錯的 但這邊沒有城堡 可以去做出長弓的一個動作 現在城堡要全力生產這個 巨型投資機 要來跟破爛的城堡做主槍 好這個長弓兵來 可以射這個頭車 唉唷 但是弓兵就有個射程優勢在 頭下第一發之後馬上就被射掉了 好那這邊城堡爆了之後 好戰矛直接A了上來 然後巨型投資機 還在砸到這邊的村民 不是村民 砸到這邊的巨型投資機 能不能全部砸光呢 唉唷 居然砸到這個頭石車 算爛了 好本來這個頭車很危險 欸這個是火炮砸到的嗎 不太確定欸 哇他感覺這個 頭石車砸掉蠻關鍵的 火炮繼續到後面輸出 打這個弓兵是很有用的 他有點稍微有點擴散效果 好那這邊巨型投資機 依依依依在拆 完美 四台巨型投資機 喔五台 直接解掉對方 狐力典戰 不是戰狼 巨型投資機的一個進攻 那這邊的話優勢有點導向了 波蘭這裡了 波蘭這裡有火炮跟巨型投資機 那正面來說 城堡應該不是太大問題了 現在想要拆什麼就拆什麼 是沒有問題 算是要有一些部隊 可以抵擋 對方捕獵蝶的一個 弱馬的進攻 現在這邊捕獵蝶已經轉出了 大量的輕奇兵 攻防也都在升了 雙兵攻場升級 五方五跟鐵鎧甲 三級攻三級防 都在點了 這邊選擇了兩座高地堡 既然左邊打不成 那我們就轉移陣地到右邊 那這邊的話 左邊算是解放囉 波蘭左邊解放的話 應該會在這邊撒量 大量的田 來做防守 經濟開農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現在波蘭這邊田量有點少 木頭有點多 五十六個拔木狗 那川民宿目前是一二村 對上一百四八村 不列典現在已經是兩百人口 波蘭這邊則是一百七十人口 並沒有滿人口的一個情況 經濟上來說 波蘭比較落後一點的 因為這邊沒有點下手推車 因為這邊沒有點下手推車 有這個不列典 有手推車 經濟就非常非常的好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這邊的手推車影響經濟成功是蠻大的 然後這邊清洗兵進去 被擔桌劍塔圍攻之後 基本上這個清洗兵進去就是白給了 這個劍塔防守能力真的是不錯 好那這五台 五台巨型頭石機過來 再繼續砸這個 不列典城堡 哇 不列典這邊剪下了二級的建築 升級 但是依舊沒有什麼太大效果 在巨型頭石機面前 那個防禦升級 只能影響到非常微小的一個 防禦增加 又倒了一座 哇 不列典現在損失兩度城堡 看來要來打這個 長弓兵是有點困難了 不列典有點困難 這邊剪下了銀罐 一有其兵 那來增加一下這個強奴兵的一個射程 好那待會強奴升上去就是5加6 射程11 那長弓兵的話就是6加6的一個射程 12X10了 非常非常遠 好那這邊研發好了 那確實奴兵也變成5加6的一個能力 好那左邊 目前交戰應該是沒有 但是有蠻多戰矛兵的 好有一些奴兵在喔 這邊是個戰矛加奴兵的混合體 唉唷這邊千奇兵上來直接硬彈 這邊火炮 然後這邊直接硬點 巨型頭石機 哇塞 這邊戰狼能不能做到事呢 有點痛苦 阿這邊要怎麼打 好戰狼兵過來回救 但是這邊的劍塔非常的大量 那基本上肉馬一竟然就會進入到這個射程放五那樣 一過來就殘血了 好但是這邊有更多的戰矛來防守 而且這邊有很多的射箭場 在製造 戰矛兵的動作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要打這個 強奴的話應該還是打得贏 然後這邊有繞了一些肉馬要來殺 阿春侶 哇 被貼到 哇直接倒地 尷尬 好兩邊都有點不太敢冒然進攻喔 畢兵想要 打穩一點 哇這邊不列典爆出非常多的馬舅阿 九馬舅 哇然後這個射箭場直接前壓在對手面前 因為不列典經濟實在太好了 三千肉兩千黃金 風風防洞金春滿了 三級目沒有點 那這個不重要 這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好那這邊 戰矛兵非常非常大量 那工程器製造所也點下了 那這邊跑速 跟蹤技術跟鑄鐵 再升級 那沒意外的話應該是要來打天鷹騎士了 揮主特權1 好就沒問題了 唉唷這邊不列典點下了戰狼科技 所以你發現自己的 巨型偷使機 打這個劍塔有點歪歪的 有時候會射歪 這個戰狼一好招 命中路就是百分之百了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來一發 我才剛打完你就打歪了耶 OK很準很準 有時候是打歪的喔 打歪的傷害就沒那麼高 那這個劍塔可能會有點難守 還是有幾%是歪的耶 哇那我蠻意外的 這個不列典居然不是百分之百命中 唉唷 找到這個火炮 不列典雖然沒有火炮 但是他只要研發這個 戰狼技術之後 巨型偷使機就可以當火炮使用了 雖然這個輪圖還是有點微妙微妙的 好那這邊 那這邊 不列典 抵出了左邊 幾台馬就 要來BD一下 那這邊不列典長 那這邊奴賓的射程非常的遠 哇你們看這個射程距離 很狂啊 非常遠喔 基本上 這個射程 冤城堡 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移動型城堡的射程的概念 好那左邊這邊 波蘭 要來防守這邊 巨型偷使機的一個二次進攻 這樣是左右兩邊都在進攻 那這邊就在投 波蘭的大型箭塔 那這邊大型箭塔全部拆掉之後 就可以長驅直路了 那這邊出了一些錘兵 但錘兵沒有做到太好的用處喔 要拆這個巨型偷使機有點困難 好那這邊繼續馬修繼續補 唉唷 這邊 波蘭 補下了非常大量的馬修 那農田也補到56片田 哇裡面都是大莊園喔 超級多的田 想要來這邊開始爆這個經濟 唉這邊打的居然不是重莊騎士喔 這個怪毒特權似乎是沒點的 要是選擇一個打大洛馬的選擇喔 好那這邊大洛馬 那效果還不錯 打這個奴兵挺算的 好這邊有更多的 圈牙利 輕騎兵再集結 好那這邊左邊 好這不是圈牙利喔 這是波蘭義騎兵 講課講課 好那這邊左邊城堡 看來樹快掉了 右邊這邊更多的菌頭屎金 要來鋸長驅植物 右邊的一個進攻了 哇現在波蘭壓力非常非常大 左邊也被打 右邊也被打 而且右邊已經快變致命的一個破口了 這邊要來硬台菌頭屎金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波蘭的洛馬騎士很強大的喔 那個頭屎金過來 好這邊要直接來臉上壓寶了 不列天 帶人家來裂了更多的箭塔 想要來阻止敵方進攻 這邊有非常大量的波蘭義騎兵衝了過來 直接硬貼上來 哇這個傷害很狂啊 哇 哇 好痛 這個踐踏效果真的很強啊 波蘭的金罐真的是 很厲害 這個肉馬有踐踏效果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用 絕對是打那種一坨弓兵的時候 很輕易的就可以貼上去 然後跟對方落馬互打也不一定會輸 好突然一起兵 直接一個践踏效果一直硬開 那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右邊應該也是手下 但左邊這裡還在打 哇這邊城堡 好 雖然被兩座城堡出軍頭子機一直進攻喔 有點 有點快守不住的感覺 但這邊 右邊這座城堡 意大利 不是意大利喔 普列典好像沒有要說的意思喔 那右邊這邊城堡為什麼一直沒人來蓋啊 下個地基之後就不敢蓋了 好命運攻兵也蠻多的 騎兵也蠻多的 然後這邊一騎兵又過來 這邊殺這邊抽城堡的村民 軍頭子機依然在輸出 那這個 波蘭這個城堡 沒石頭了 那大利可能還是用買的喔 買入石頭 那波蘭一騎兵這邊在迅速解掉兩座 巨型頭子機之後再去解第三台 哇這邊巨型頭子機被大量的肉麻解掉了 右邊這邊還是一堆戰毛 想要來做反擊 但這邊的肉麻也是過來抵擋這邊戰毛的傷害 右邊也在進攻 左邊也在打 左邊那個城堡終於被投爆了 好那這邊 石頭量有點少 65 這邊城堡終於要蓋起來了 放在這邊城堡蓋起來的話 就很麻煩了 這個城堡又要再想辦法去拆除 但左邊這邊巨型頭子機不能送掉啊 送掉之後 就沒辦法再繼續進攻城堡了 完蛋 BBQ 巨型頭子機 還有一台要掉了嗎 掉了 只剩最後一台 最後一台也被貼了上來 這邊繞了非常大的肉麻進來 但是波蘭這邊我看到 直接反抓了回去 然後解掉了這波攻勢 但這個城堡建起來 確實給壓力蠻大的 那左邊這邊城堡 居然沒有掉欸 哇 居然在 不列天戰狼面前 可以守這麼久 我覺得蠻不容易的 雖然不是 雖然戰狼的特性不是增加傷害 是精準度的一個能力 但 但蠻意外的 居然 波蘭這邊守得很好欸 雙寶居然還可以打成這樣子 一個寶直接頂下來這一切 這個城堡架子連城 殺了非常多肉麻 這邊肉麻也很大量過來 進來想要燒大莊園的一個農田的一個村民 這邊大莊園的數量還是很多 還是有五十幾個農民 在去做屬物採集的動作 但右邊這裡有幾片田已經被打爆了 那裡面可能會再繼續灑田喔 就是把田往中間這邊灑 但這應該也沒辦法 這邊也算是 delay很容易入侵的一個路線 好那這座城堡還在拚 能拚多久呢 那波蘭的肉麻非常大量 要燒了過來 現在要來做決戰了吧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快五十分鐘 但兩邊還沒有看出 是有比較巨大的優勢 波蘭這邊並沒有傷到命脈 而且這邊波蘭不需要認著黃金 就可以跟不列典打成這樣子 真是不可思議喔 好這邊中華來大決戰了 好正面波蘭 立騎兵直接上面是這邊抬高 後面戰毛兵想要硬點 這邊奴兵 但這邊有點手太短了 要追到這個奴兵的困難 那奴兵打門兵的狀況下 不列典是一個優勢蛋 而且這邊不列典是一個高地上 那巨型偷子機一樣在輸出 這個城堡又掉了嗎 城堡被三台巨型偷子機進攻 那沒有石頭了 直接馬了一百石頭進來 然後這邊偷子機要掉了 媽 唉呀 最後還是掉了 可惜的是不列典這邊正面的話 也被波蘭的一騎兵們直接圍巢 四台巨型偷子機也爆了 哇 好精采 這邊非常的 熱血 這邊的波蘭一騎兵非常大量 那這個一騎兵給對手的奴兵 跟肉馬壓力非常大 因為這個肉馬是有踐踏效果的 只要輕輕的碰到一下 就會有踐踏效果 那這邊 有一些肉馬有繼續淹了過來 那這邊有幾隻肉馬也被抓爆 那波蘭一騎兵有點佔上風的感覺 但是肉其實吃得很吃緊 那不列典的木材 黃金這些經濟有點小 絲條 木頭有點太多了 那黃金有點過少 那這邊 波蘭一騎兵終於有機會找到 一個台銘點 可以來去不列家做一個反擊 騷擾 那家裡還有大量的箭塔在設這邊騷擾的騎兵 那這個箭塔也升價值連城 這三隻確實也射死了 蠻多肉馬 那以至於 不然這邊村民樹並沒有下降太快 雖然村民樹已經有點少了 102村 那不列典這邊也是 那不列典這邊也升106村 那這邊大量的村民已經被蒸發掉了 人間蒸發 右邊這邊 不列典又產了一隻巨型投資機 要來拆右邊的農田 然後這邊巨型投資機下來拆這個堡 那有一些奴兵跟戰馬來防守 那現在主要鋪蘭是以 輕騎兵 鋪蘭翼騎兵去做防守 因為這邊不列典瘋狂的把洛馬往鋪蘭家裡送 鋪蘭家裡已經有預備好了 早就有所準備了 家裡有一些輕騎兵已經準備好他們的到來 只要做一個抵擋工作就好了 那基本上不列典過來就是送 一直送一直轉 我們來拆一下這個巨型投資機啊 很香的喔 一講完就過去拆了 沒錯沒錯 看到兩百雞 你要去靠一下喔 OK在這邊拆到巨型投資機之後 不列典這邊正面兵全部送光了 哇 機上都是不列典的一個屍體 在下面這邊城堡也被打破了 中間這個地方也是 滿滿的都是不列典剛大戰的屍體 完蛋 不列典突然經濟一度 沒辦法跟上喔 機上有點慘耶 怎麼感覺看起來怪怪的 那不列典這邊依舊還想要進攻 那一樣兩邊都是把肉馬往家裡送 但是波蘭這邊防守的效果感覺比較好一點 有強龍在農田附近在巡邏 這邊還有肉馬 去來追逐這些輕騎兵 那輕騎兵是打不贏波蘭的馬 雖然他有三級防 但波蘭沒有 但是依舊還是可以給輕騎兵造成大量的傷害 因為不列典的馬本來血量就比較少 只有60滴而已 血少是正常的 所以打不贏也是很利手大馬 那這邊 欸太過分了吧 搶人家田 波蘭拿這邊村民喔 去搶波蘭的一個田 也是蠻有想法的 好 那輕騎兵過來想要來繼續騷擾 那只是用打騷擾的方式 真的能打下波蘭這麼廣大的國土嗎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來看一下兩邊到底要幹嘛 這邊一樣要在騷擾 那左邊蓋TC被發現 哎呦要收村嗎 好不收村 直接用村民上去硬採資源 然後後面補一些馬來防守就好了 那下面這邊又繞了一些 一騎兵 開始做反擊 那正面的話 菌頭子就被拆掉 但這邊波蘭有兩台菌頭子 一一來做這個城堡反擊 後面補下了更多馬舊 但是家裡的田 不夠這些馬舊支撐了 所以再補下更多的馬舊 也沒太大意義喔 14個馬舊 這邊已經補下一些軍營 看起來是要轉長槍兵了 這個甚至受不了 好這個輕騎兵打不贏波蘭義騎兵 好來看一下這邊對決 欸這邊不打嗎 好這邊輕騎兵又過來再騷擾 好正面部隊 看起來已經把正面的頂優全部解掉了 好這邊再過來抄夾一次 再打一下再打一下 打得贏嗎 輕騎兵果然打不贏波蘭義騎兵 哇這個太慘了 直接被吃掉了 沒辦法 因為不列顛的馬是沒有品種的 血量少是正常的 無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這邊肉馬鋪倒的話 一直會被波蘭打出優勢來的 果然還是要轉出長槍兵 急兵才可以喔 這個急兵 一出來之後 就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個波蘭義騎兵的一個囂張緊進 應該就可以被終止 但是這邊也要把騎兵配置的配得好 你怎麼都把兵都往前送啦 然後現在都往回啦 家裡這個巴比庫不處理好的話 經濟化越來越差 家裡的建築也會一直被拆掉 好那不列顛這邊 非常非常慘喔 很多村民都被這個波蘭義騎兵給吃掉了 但是這邊村民還有在生產 那村民是又回到112村了 農田的村民還在往繼續捕 但是木頭也失調了 因為剛剛一直收村 導致這邊木頭下降速度非常非常快 只剩他11村在採木頭而已 那肉量則是達到了92片田的一個超高產肉量 哇那這邊波蘭賣了一大堆肉 來換黃金 那這邊黃金不確定是要來幹嘛的 是要來等一下波蘭的錘兵精銳嗎 還是要單純出一些錘兵 防守的硬喔 再看一下波蘭的選擇 好這邊肉馬在地區裡面再繼續燒了 哇不列顛這個戰狼好像沒有打出東西的感覺 但是上箭塔也確實被戰狼打掉了很多個箭塔 但波蘭這個大反撲 這個結局有點意想不到 我以為這場是補列兵會贏啊 怎麼看起來好像補列兵要輸了 哇 這些進攻看起來對波蘭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完蛋 那家裡的這些戳戳應該是不要再亂跑比較好 趕快放在家裡 在家裡守租帶兔就好了 就沒有必要再去跑來跑去了 那這邊的話波蘭利用一個左邊的空檔時機 接引Blaiden的大軍過來 然後右邊這邊開始反擊 開始拆對手的一個箭竹 那這邊要來守師PC了嗎 但是有大量的戳戳過來 這個能打嗎 戳戳過來的話 可能要稍微退一下比較好 好但是這邊弩兵射這邊的長江兵效果非常好 那這邊過來 要來打嗎 高地打滴滴嗎 不是吧 你正面滴滴打高地 要把他全部送光 直接捅爛 三下就可以同時一隻波蘭利騎兵 哇 地上都是一隻輕騎兵的 地騎兵的屍體喔 這邊也被圍巢 用弱馬全部解掉了戰毛兵跟強奴 好那正面左邊看起來是Blaiden的一個小優勢 但是右邊又爆了更多的波蘭利騎兵 要開始在那邊殺村民 Blaiden你能狗得住嗎 這邊沒有大級兵 還沒有升上去 沒有黃金可以升 這邊這邊也非常吃緊 只有四百肉 七十六木頭 但是波蘭這邊經濟非常好 還有一千多黃金 還有這麼多黃金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 那這邊又爆了更大量的波蘭利騎兵 那這邊捕獵劫不甘失落 也想要來派一堆去做騷擾 但是已經被波蘭這邊攔截 哇那只剩下十幾隻的騎兵 可以做騷擾 這邊應該是沒救了 那波蘭蓋下了蠻多軍營 應該也是要來做騎兵來防守一下 那這邊波蘭一騎兵 再繼續來殺村民 這個打村民的速度非常快 大量的村民屍體就躺在地上 那這邊波蘭已經窮困潦倒了 支援沒有一個是破500的 那這邊依舊還在拆 那右邊這邊軍營投資金 好像要掉了唷 哇這一坨上來 應該會掉一台 至少一台 有沒有第二台 就要看不列電的造化了 列電能打下第二台嗎 軍營投資金還活著 正面這裡直接硬砍 波蘭伊騎兵很強 把對手的肉麻全部砍光了 但是最後用戳戳 砍掉了最後一台軍營投資金 哇這個戳戳也是立大功了 但是魚隊歐一面的這個戰 毛跟奴兵壓力很大 哇左邊有老Jave過來 想要來硬拆TC 應該是沒問題的 這個數量已經夠多了 但這邊沒有想要硬拆TC的意思喔 看起來還是要先殺村民 那沒事的話再去拆TC 要讓他自己攻擊 又爆了更大量的肉麻 就要來騷擾了 好這就是 拖籃最強的玩法 無限大肉麻戰術 哇分數已經差距來到了五千多分 那正面的話 右邊已經有點停止了 拖籃的進攻 沒有足夠的攻城氣 那這邊補上了一些肉麻 又來防守 這邊佔毛兵 這邊家裡 就是用這個戳戳來防守 阻住了 但是 布列電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GG 哇 這場也是打得水生火熱啊 來看一下兩邊經濟操作 兩邊經濟是選擇一級木一級田 波蘭 這邊是點下一級木 那一級田是點了城堡時代之後才點下 那挖晃技能的話兩邊都差不多 那初期的帝國戰爭時代的一個開局 大概都是長這樣子 那差別就是在輪軸下的時間喔 輪軸誰下得越早誰就又有優勢喔 還有這個手推車 那手推車的話 波蘭這邊雖然下得比較晚 但一下了之後呢 這個手推車一點經濟就起飛了 那就有足夠的量 去來應付布列電這邊的攻擊了 跟防禦 不然這邊布列電進攻是非常猛 這一段時間根本沒有機會可以點下這個手推車 這個肉量吃得太緊了 吃到後面炒的機率可以點這個 那這邊波蘭的話 三級田也是蠻早就點的 雖然沒有像一上帝王死蛋就點 但這個死蛋還行啊 雖然波蘭很重要 這個農田技術 那確實點下了之後 這個肉碼就可以無盡的爆出來 經濟就可以改革一下 好 那兩邊的一個選擇是 銀罐先下 那再來金罐 那這邊戰狼後即使研發好也沒辦法逆轉 那有點可惜 這個疾兵好像有點太晚轉出來了 這個疾兵早點出來的話 可能波蘭就不妙了 因為這邊波蘭後期 大後期的一個 一個秘密武器喔 就是一個波蘭 波蘭一騎兵的一個大暴走 直接騷擾然後跟防守 都很好用的一個選擇 好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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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